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之talk体育 北京时间10月12日 乒乓球亚锦赛女单八分之一决赛结束 国拼三位选手登场 结果输到只剩陈兴同一人 王毅迪 宽曼先后不敌朝鲜选手金琴英 韩国选手申育斌 石巡尧在上一轮被淘汰 外协会方面 韩国三人申育斌 李恩惠 徐校园晋级 日本两人伊藤美成 张本美和过关 外加中国香港队一人杜凯勤 朝鲜一人金琴英 本次比赛国拼报名五人参加女单 但在王曼玉 孙颖沙退出后 实际只有四人参加 其中 石巡尧一汉止步三十二强 二比三不敌中国香港选手杜凯勤 王毅迪 陈姓彤 宽曼继续晋级冲击冠军 女单八分之一决赛开打后 王毅迪遇到了朝鲜黑马名将 奥运混双亚军 本次亚锦赛 女团打败孙颖沙的金琴英 结果王毅迪状态不佳 在前两局苦战至关键分落败 连输两个十比十二后 未能实现逆转 第三局以五比十一结束整场比赛 无缘获得晋级 同样陷入苦战的还有二十岁小将宽曼 他遇到了韩平一姐申育斌 很快便在首局出师不力 以八比十一败北 第二局两人打到关键分才决出胜负 宽曼以十比十二在负 第三局宽曼背水一战 以十二比十险胜 第四局宽曼苦战至十三比十五 仍然落败 由此而大比分一比三被淘汰 陈兴彤与中国香港选手吴永林的对决 也遇到了一定困难 不过陈兴彤最终还是三比一取胜 十一比三 十一比七 八比十一 十一比八 由此而成为国拼在本项目上的独苗 外协会方面 日本方面的情况和国拼有些相似 也是五人报名旅单 实际只有四人参加 头号主力早田希娜 因为伤病复发退出 随后 平言梅宇和时勋咬一样 止步三十二奖 零比三 不敌韩国华裔选手李恩惠 而在八分之一决赛中 两位日本选手 伊藤美成 大藤沙月 狭路相逢 爆发内战 双方恶战五局 分出胜负 伊藤美成 二比零领先 连丢二局 不过最终还是三比二惊险过关 十一比七 十一比九 五比十一 四比十一 十一比八 张本美和遇到了印度怪交手巴德拉 结果三比一拿下胜利 十一比八 九比十一 十一比七 十一比五 韩国女单在八分之一决赛 再赢两场 其中 校球手徐校园三比零胜台北的陈思宇 十一比三 十一比八 十一比五 比恩惠也是三比零 淘汰另一位中国台北选手黄仪化 十一比六 十一比五 十一比七 中国香港选手杜凯琴三比二 险胜李于尊 十一比七 六比十一 六比十一 十一比五 十三比十一 台北队失去最后的夺冠希望 此前乒乓球亚锦赛 女单八分之一决赛 国兵世界冠军王毅迪登场 迎战朝鲜黑马名将金秦英 结果王毅迪零比三不敌对方 只步于十六强的位置 金秦英也由此而在本届亚锦赛上 连赢两位国兵主力团体赛打败孙颖沙 已经成为中国队的竞敌 未来需认真研究提防 金秦英是当下女兵的大黑马 不久前在巴黎奥运会上一战成名 与李正直一起战胜张本志和早田西纳等组合 夺得混双亚军 本届亚锦赛又在女团首战中 击败国兵世界排名第一的孙颖沙 随后女单一路过关斩将 闯入十六强 虽然王毅迪的过往单打排名 成绩都强于金秦英 但她本次比赛的状态并不理想 女团决赛不敌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女单对金秦英的左手长交打法也不熟悉 所以此战面临严峻考验 结果再次输球了 比赛开打后 金秦英依旧利用自己长交打法的怪异 来扰乱王毅迪 获得机会后便发起抢攻 而且她本人还是左手运动员 因此回球的旋转和线路更加难防御 此前孙颖沙就很不适应 这次王毅迪也在首局打得比较别扭 随即在十比九领先的情况下 错失局点 最终以十比十二西败先丢一城 第二局王毅迪在开局阶段取得领先优势 但很快又被对方的进攻破坏节奏 追到七比七平后连丢三分 被拉开差距 但紧接着连赢三分追到十比十平 然而接下来的二分依旧出现失误 结果又以十比十二赛负被逼入绝境 第三局王毅迪上来就连丢三分 无奈暂停中断比赛 重返赛场后 王毅迪依旧不断被对手突破防线 完全不适应对方的长交进攻节奏 最终以五比十一落败结束战斗 由此而无缘晋级女单八强继续冲击冠军 接下来只能参加排位赛了 乒乓球亚锦赛正火热进行 北京时间10月12日下午 蓝双四强全部诞生 国拼两队组合全部出局 其中林高远林诗栋在单局轰11比0的情况下 最终大比分2比3不敌马来西亚组合 钟子义黄其身 梁静坤徐英斌则是1比3不敌日本的 护上损斧小种大灯 中国队由此而提前无缘该项目的冠军 至于另一队日本组合张本志和松岛辉空 2比0领先后 2比3被新加坡的冯耀恩郭勇逆转 韩国的林中勋安宰贤 则是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 3比2翻盘战胜中国香港的黄振廷陈浩华 拿到最后一张晋级门票 详细战况请看下文 钟子义黄其身 3比2林高远林诗栋 这场球对阵双方的实力差距非常大 不过林诗栋一直疲劳作战 打得非常辛苦 而马来西亚的钟子义黄其身 在上一轮3比1暴冷 赢了韩国组合张宇珍赵大成 具备一定威胁 结果打得跌宕起伏 林高远林诗栋先以8比11败北 紧接着连赢11比2 11比0 轻松将对手逼入绝境 但紧接着8比11输掉第四局 决胜局国兵组合不断落后追平 然而最终还是以7比11落败 由此而止步男双八强 护上损辅小总大登 3比1梁静坤斜杠徐英斌 护上损辅与小总大登 都是日本男兵的巴黎奥运主力 二人搭档的男双组合也是目前队内的重点培养对象 而梁静坤徐英斌属于比较临时的配队 而且原本并没有计划参加 因为王楚钦退出男双后才获得机会 配合比较生疏 结果上来就以5比11 9比11连输两局被逼入绝境 第三局虽然以11比8拿下 但紧接着第四局还是6比11败北 国兵男双由此而无缘问鼎冠军 冯耀恩郭勇三比二张 本志和松岛辉空 这场比赛同样打得非常激烈 日本的张本志和松岛辉空 虽然个人能力比较突出 但合作时有时无 并不是比较固定的配队 最近的磨合也不是很理想 此次面对新加坡组合时的表现 也是虎头蛇尾 开局连赢11比7 11比5将对手逼入绝境 随后连输5比11 7比11 9比11被逆转 冯耀恩斜杠郭勇 由此而晋级四强 接下来将迎战中子义 黄其身 林中勋安在闲 3比2黄振廷陈浩华 男双一直都是韩国队的强项 虽然这次张宇珍 赵大成暴冷出局 但林中勋安在闲的实力 比两位队友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这次也和中国香港的 黄振廷陈浩华 打得难解难分 再次出现决胜局定输赢的情况 最终 韩国组合也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 3比2大逆转 笑到最后 9比11 10比12 12比10 15比13 11比5 晋级四枪迎战 护上损斧斜杠小肿大灯 一个终点 1比1个2大分 1比4颗 1比4一小肿大门 4一小肿大门